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们 对于AI都并不感到陌生 尤其是AI技术 在这两三年之内 时不时有创新突破的新闻 相信大家都本来觉得有点紧张 但是现在可能有点见怪不怪 但之后可能又会更紧张 如果想要大规模的应用 AI在生活上就必須要讓AI去理解人類的指令跟意圖 到底是什麼 那這種學習人類的語言文字 模仿人類思考方式的AI技術 在過去或者在學術圈裡頭 曾經被統稱為叫做自然語言處理 上課聊天室裡頭也曾經討論過 應用在大數據的資料探刊 以及數據挖掘技術 也都屬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一個大的伴手裡頭 不過技術的進步 有時候就超乎想像 我們現在想要談的這個機器閱讀理解 比之前介紹過的文字探刊技術又再更進了一步 雖然一脈相承 但可能還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說到這裡我們就想要先請Livian老師跟我們講解一下 究竟什麼是機器閱讀理解 它和過去我們可能聽過的 或者一些比較古早的技術 相比起來有什麼樣的決定性的差別 那大致上可以講一下就是 機器閱讀理解 其實我們就有點像是在評估這個機器 對於這個語言到底理解到什麼程度 所以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在考一個人類 一個學生 我們怎麼考試他有沒有理解這個文章 那我們就是會有閱讀測驗嘛 人類是不是就會看這個文章 然後你就會有一些題目問他說 這個在這個文章裡面老師講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他有沒有選擇對 那就有點像是我們用這個題目來評估 人類有沒有理解這個語言 那我們其實也可以用同樣的方式去評估機器有沒有理解這個語言 但是在過去沒有那麼常聽到原因是因為 在過去機器的理解能力還沒那麼好 所以我們不會用像評估人類的一樣的方式去評估這個機器 但是評估機器有沒有理解這個語言其實有非常多層次的 比如說最簡單的可能是讓他做一個選擇題 那有的時候學生真人也是一樣 他答對了 他真的理解了嗎?有可能賽到的嗎? 所以不一定是真的答對 那機器也有可能不一定真的能夠從他選對 代表說他真的理解到很深 所以除了選擇題以外 可能就會有填充題 然後再更進一步可能到升論題 所以每一個層次其實都不太一樣 那有一些人類可能可以做很好的選擇題 可是你要他做神論題可能就比較難 所以那他到底理解到什麼程度 這個就是有不同的層次 所以機器閱讀理解算是一個蠻大的範圍 那包含了比較簡單 我判斷他到底要選擇哪一個選項 到我要怎麼去判斷他生成出來這些他理解內容 到底合不合適 都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觀看